这是一只狐狸和一只鸟儿的故事 静谧的山林 一只狐狸在溪水旁觅食 发现了一条鱼骨头 顺着味道它找到了鱼的来源 是两头熊的甲 狐狸偷了一条鱼 被追赶着跑进一个树洞 在这里它看到一只蓝色的鸟蛋 它把鸟蛋放进嘴里却又吐了出来 蛋里面有一只蓝色的鸟宝宝 狐狸给宝宝捉了一条虫 宝宝觉得狐狸是自己的妈妈 从此它们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狐狸想教鸟宝宝学习如何飞翔 夜晚它就细心地守护着宝宝 它还教鸟宝宝如何抓住一条鱼 一天鸟宝宝不见了 狐狸到处寻找 突然它发现宝宝正在诛自己的巢 但是到了晚上 鸟宝宝还是回到了狐狸妈妈这里 一天它们两个去熊那里偷鱼 被追赶着落下悬崖 狐狸知道自己很重松开了手 但是鸟儿俯冲下来抓住了它 鸟儿真正的妈妈出现了 它扔给狐狸一条鱼作为打谢 鸟宝宝告别了狐狸 跟着自己的妈妈飞走了 狐狸捡起那条鱼 边啃边走 假装自己一点也不难过 人们会用割舍来形容离别 因为离别并不只是意味着 那个人不会再回到你的生活里 而是他已经长成了你的一部分 所以没了那部分 很痛 我会用割舍来的一部分 我会用割舍来的一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